好 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 WCS 團體團 戰鬥劇 挖吉 挖吉 蔡兵惠 好 那這一場比賽呢 就是我今天最最最最最期待的 喔 你說神秘人族啊 對 神秘人族 他上次有進吧 蛤 他上次有進吧 沒有吧 有吧 沒有吧 我印象中完全沒有他咧 但是我有印象中我不過他的比賽 真的假的 我記得上次沒有他 喔 那有可能 WCS 沒有 但是可能 Banning俊 喔 有可能 對對對 然後他這場要打的是 Go Go Joy 那其實我剛剛講過 這個這位人類選手 他在過關之路 好 他先擊敗伊斯佩騰 我覺得能打贏伊斯佩騰就蠻厲害的 不說他有打贏 Go Joy 對 所以他們在前面就已經交手過了 沒錯 所以這場比賽呢 我就想要看一下這個人類 他的打法風格是什麼樣 因為其實基本上我們在 台灣的WCS比賽上面很少看過這樣的選手 那之前最好的成績就是伊斯佩騰嘛 然後大部分的時候都是有神族 就是黑神或耐斯壟斷 對 然後再來就是瑞斯特 瑞斯特 瑞斯特是誰 然後再跟之前的Same嘛 對 但他後來就沒有來打了 沒錯 其實他現在 也不落 老實講他來打一定是能進的啦 你說進 你說進到多強 沒有 至少進到我們16強嘛 肯定的肯定的 對 我從來沒有小看我們的神話 好吧 他看其實也是練得蠻認真的啊 我看他還一直常打啊 他幾乎每天都在打 對啊 所以他其實現在是有競爭力 但是你要跟6600的比嘛 對 可能還是差一些 我跟你說啦 只要不要打神族啊 嗯 他 跟他打 我覺得他都有可能會贏啊 哦 也是啦 他的那個 怎麼講 我們都說他有那個戰鬥buff 你知道嗎 而且他打人類跟蟲子都特別強 他一比賽那個突然好像加了兩三百分 你知道嗎 我們我們來連數一下 讓那個Same來爆下一次打WCS好了 可以啦 我一直蠻期待的 你知道嗎 我記得他之前不是 莫名其妙回來打一下就拿個冠軍 莫名其妙耶 他是打一次嗎 只打一次嗎 呃 打 打半點吧 打兩次是不是 打兩次 嗯 好 我們來看一下比賽已經開始了 好 比賽已經開始了 在地圖是凱羅斯教育點喔 在地圖左上方 是藍色的衝突選手 GoGo Joey 好 在地圖右下方 這是這一次的星星人組 Antonity 其實GIS戰隊 裡面有蠻多 實力還不錯的台灣人 對 對啊 大概就是 五千 五千多吧 就是五千出 那種就是 大師以上 六塊中師 那個那個那個階級的 有不少 所以我們那時間在拉場 其實應該之後 還是會有一些新人的 畢竟有些 也有一些 老頭會退役嘛 對不對 沒錯 不過我們在台面上 比較強的這些選手 其實都還蠻年輕的 像那個Nice啊 很蠻年輕的 好像22歲而已 對吧 Nice才20吧 對啊 你當初當選手的時候 就已經23了 原來 對對對 對 你看你當初當選手的時候 他們 都已經打那麼久才22 可惡 對 是我們太老了好不好 是我們太老 真的 我那時候還沒想到 Nice現在才20 你知道嗎 可見他那時候 剛開始玩他還是 我剛認識的時候 15歲 15歲 對 他那時候連那個 打的 連打都不能打 因為他年紀太小了 對 勾就有幾歲啊 他看起來也是 我記得他好像跟我們 他們比我們年輕年而已吧 真的假的 比我們年輕年 對 他看起來也是 又遲又遲連 好 你這樣講 只會更加稱我們是老啊 你知道嗎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好這邊看一下 這是工兵器來看一下 哦 這邊有看到這張草嗎 哦 有有有 這肯定看到了 這看到就差很多了 好 直接下Bank 好Bank 那這樣子的話 你覺得要出飛彈車好 還是出坦克好 他的VF 主動一點的是飛彈車啦 防守一點就是坦克 就這樣子 如果是這樣的局勢的話 因為他畢竟不是那個什麼 極限的那種結尾蟲一波 我會覺得 出女妖 其實坦克可以啊 坦克做女妖 這種情況下出女妖來不來得及 你可以直上女妖 但是坦克會慢一點 就是 就是你要放下VS 這時候你會卡氣啊 如果你 可是通常一般來講 你看到這張草 你一定會先按一台坦克 才放VS 他是選擇先放了VS 然後 連那個 格子技神都沒掛 所以他是想要直接 直上女妖 對 直接出女妖來守 這出女妖好像也是比較穩一點 穩一點的做法 呃可以 可以 不過 喔這邊是直接用這個 掃樣 掃樣這個 結尾蟲來壓 三隻來噴一噴而已 這個沒有看到結尾蟲出去喔 哇 他沒看到餒 大概也知道吧 這種情況 他看到他補農民了啦 所以他可能真的 有可能會真的以為 他沒有結尾蟲 對 因為 如果你有看到結尾蟲出門的話 那 那我相信啦 他就 他就不會放這個 他沒有按女妖啦 他就不會放龍河 核心了 他沒看到 他沒按女妖 這樣的話這個 碉堡很會爆啊 那這樣的話他趕快那個 趕快VS出個女妖吧 他不出嗎 他 他還是要 他要直接第一台出大 那個 出那個 其實 其實我覺得他 他偏拼 你知道嗎 因為你一開始看到對方大龍潮的時候 其實基本上這樣打自己很 很大風險 他可能看那個三隻結尾蟲也沒什麼 組合力 我是覺得那個結尾蟲可以走過去噴一下弓兵 搞不好他一個失誤就被你噴掉幾隻 有可能 有可能 好這邊過來看一下 他應該覺得莫名其妙 你的 你的VS 你的VS有科技實驗室 但是你卻沒有在動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想要做怪怪的東西 不知道他有沒有感覺 不知道他有沒有感覺 公共軍我這邊不知道有沒有感覺 這邊已經在 在蹭那個 蹭那個旁邊的建築物 他這邊人類卡 其實我覺得他已經知道他要大盒了吧 因為通常你看到 你看到那個VS這麼久沒有 因為你有計時時間點的話 大概都可以猜出他要大盒 那太奇怪了 正常來說應該是 女妖應該都要出來了 沒錯 那這邊已經開始在蓋那個防空塔 他已經知道了 認真說啦 我覺得人類其實被鬧到滿多東西 對 他其實被淹毀了很多東西 前面的Bunker 拉了四次攻兵去做防守 那 不過 大盒有個好處 大盒就是他不怕防空 他不怕那個包子發輕鬆 他是可以頂著包子發輕鬆硬點的 但還是要蓋 對 還是要蓋 因為 大盒有改一個東西 就是他原本 原本他會自動攻擊攻兵 他有一次改版把它改成 會攻擊對他有 仇恨的 嗯 對 所以你蓋了 包子發輕鬆以後 他就會變成去打 包子發輕鬆 以前不會 以前會打攻兵 對 對 這差很多 對 就是人類方 你還要特別去控的大盒 去點攻兵才行 沒錯 對 就是你要手速很快 一直點攻兵 點攻兵 其實你用舒服特 舒服特以後 他會射到那個包子發輕鬆上面 對 這個也沒辦法舒服特 因為你要移動 所以他變成他要邊移動 然後邊點攻兵 好賺好賺 對 這很賺耶 你仔細看那個 你仔細看那個地圖上面有那個紅色的點 就是他在點 點擊那個路徑 你會看到他的路徑是一直在 往前飄啊 可是 這混死耶 這個 而且他剛剛順過去了 這很危險喔 對對對 我覺得很賺的啦 很賺的 一隻 七隻公兵跟一隻媽媽 漂亮 這燒到 這隻 人不死就不要死 他撐到他的那個 好像要爆了喔 他從下面出去嗎 哇 又看到非常大 誒 誒誒誒誒 他這樣送好像很浪費耶 誒我覺得他這鑽都回不去了 而且 大很貴 而且他前面還被借的時候蹭過啊 所以現在 這樣子有賺嗎 我是覺得蠻虧的 不是 因為大盒要 要三百七 然後 金幣多少 三百 三百五十塊 三百五還四百 是嗎 是四百三百五吧 四百三百五嗎 還是四百三百 大概是那個錢 我記得他七十三百 哦 那就是四百 我記得他七十三百 四百三百吧 對 然後錢 王姐強 三百五還四百 那很虧耶 沒有 我記得他應該是比 哈姆還貴的 所以應該是 四百塊 爆開 我覺得是 我覺得那個應該就不用貪心了 因為 有很多是他打一打 他可能賺到夠本 他就回去了 回去修 然後再來一次嘛 因為那個流的正面還是有用的 好 三百都把三光開起來了 好 正面直接補到五兵營哦 然後三光開起來 目前是他有得打啦 人類雖然說小裂 小 稍微劣勢的 哦 這邊還出虎飛 哦 想要拿來打這個大盒的 他可能預設對方 不繼續出 但就算對方沒繼續出也可以啦 他可以拿來打那個醫療艇 不過我覺得這邊 真的蠻奇怪 就是他大只出一台 因為正常來講他會出兩台 不過他沒關係 他沒有出大盒 他拿去補兵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好 這邊看一下第一波 第一波 他們壓這很重要哦 是要壓 壓重組的三框 那 前面已經撒雷巴雷打了 他的打針 ROB 終於快了 前面 有 有 哇 還行還行還行 真的還可以 不過這個虎飛出來的很關鍵哦 虎飛直接把藥藥點掉 挖卷之 漂亮 這個交換人類是還蠻虧的 這樣同組又可以爽爽的補一波 我覺得他推是好事 但是他應該不應該 應該說他不應該交戰了 你知道嗎 因為他要等到他打針好才能打 他剛剛打那邊是被強迫開戰 打針沒有好了 打針沒有好了 這邊在那邊殺牛 好 可是重點是這邊 二框啊 三框要爆了 沒兵啦 挖開 不要啊 糟糕了 這個三框要是掉了 就沒得打 在家裡沒有坦克 也沒有辦法去 喔唷唷唷 太新了 站起來 重點是 哎呀 他沒噴到耶 好沒關係 補背很多 好 等著要直接毒爆了 三個結尾獸 直接秒坦克 哎 哇 手速夠快 手速夠快 可是重點是沒有封門啊 哇 看他操作不錯耶 他居然躲過的算是提議 一波帶走 這邊打出局 好我們恭喜這邊高球隊 先拿下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這場高球隊一開始 那個三個結尾獸 我是覺得給 給足的壓力啦 對 畢竟他拉了 大概六隻農民吧 在那邊修 大概一分鐘 一分鐘都沒有踩到狂 然後還被打 補給戰 也卡了扣 然後那個兵還被破費起來 沒錯 一度一度快爆炸了 對 其實我覺得好可惜 因為剛剛人類那個大 其實賺得夠多 大 你覺得大人算賺多 殺八之農 殺八之農 一隻媽媽 他不要死就很賺 給他死了 對 那就這樣我抓吧 他死了 那他還要蓋那個 我剛剛不是說 他死了我就變虧了 因為 他 他賺的情況下 是他飛回去 他一直保持那個大河那個力道 而且我沒以為他做第二隻 因為這個本來就是要 主礦飛一隻 三礦飛一隻 然後這樣去噁心對方的 那他 他只做一隻嘛 他做一隻 他噁心到 但是他死掉了 那個資源太虧了 他如果剛剛那個沒死掉 然後在 剛剛 坦克推的那一波 背面出現一隻 你想想看 感覺就還有得打 可是他那一台爆炸 所以變成 那一波 我在想那一台如果沒爆炸的話 加剛剛那些坦克 能不能對衝突造成傷害 應該這樣講 我覺得他剛有一個點做得很好 他想要去抓那個 太平點 去壓衝突 但是他沒有算出 算那個打針的時間 打針還沒好 對 他應該是要 走到那附近的時候 打針好 那你這一波就會有得打 對 可是他是打到一半 已經被吃掉兩台坦克了 一二天被打光了 那打針還沒好 所以他應該再晚一點 架上去的 我看一下他大概晚20秒 然後他的大盒錶死 我覺得他這場就很有機會 就有機會在那一波把對方打上 沒錯 打死這還不至於 對 不過也很可惜啦 我覺得這一場就是稍微 因為畢竟在預賽上 有打贏過GoGoJoy 所以我覺得雙方死亡應該是差不多的 好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新生衝突點 在地圖左下方 只是藍色人類選手 Enter 在地圖的右上方 則是 紅色的衝突選手 Telong的GoGoJoy 我那天看到906 906他說他不打 他真的沒有爆嗎 肯定是輸了說的沒打 也是啊 他真的藉口還挺多的 誒這邊要放招 他這邊是打一個 16 16滴的狗吧 16滴輸狗 16滴輸狗嗎 就是他那個 他那個怪怪也不是17滴 然後人類有偵查 那這樣人類過去就看到了 看來 有可能就是要 蟑螂吧 通常他這種打法 就是 速結尾的狀態 對 然後給你壓力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種速結尾的狀態 被人類更差 就 防守 的難易度就差很多 通常 這種情況下你看到的話嘛 如果你可以確定到他是結尾的狀態 你就直接出飛彈車 你就穩手了 喔 因為你出坦克有個重點是 他一定會用蟑蟲來開始 對 然後他開始來噴 我記得是三隻 就噴一發坦克就爆了 所以你要用 你要用那個飛彈車去 去弄 這邊剛剛用一個四眼盲區 讓蟑螂以為 攻畢已經走了 哎呀 就狗直接往左上角 漂亮 剛剛也是這樣 剛剛那一場的時候狗也是直接往 那個 那個 主礦的邊邊去找 對 好 這樣進來看一下 那這樣的話他就不確定了 然後他就不確定人類到底是 重組到底是有沒有放招 對 不過這邊 死神會去直接做偵查 因為這樣地圖的死神跳點很多 所以 重組想要隱藏他意圖還是有點難度 對 那這邊其實只有生女狗術而已 他沒有下下半場 而且瓦斯 哎 沒有喔 瓦斯還在喔 我覺得他想要營造一個就是我 我放招 我覺得他要衝動耶 有可能有可能 因為 老實講現在 勾救於他的打法是一直在營造一種就是 我可能會 街衛蟲一波你 這感覺 可是他按了三隻後蟲 他按了三隻後蟲 然後瓦斯還沒停 哎 停了 停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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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 我剛剛在 聊天室很過分你知道嗎 他幹嘛 那時候好險新手被打下去了 不然就沒有OB了 表情人家還是有選手夢的好不好 新手的那個星骸寶石很強啊 星骸寶石很強是不是 如果今天有星骸寶石比賽 我相信他會放棄當OB 可是說真的星骸寶石也不需要OB吧 要啦 你還是要上下移動好嗎 哦 這邊點一隻漂亮 新手有5千2 5千3你知道嗎 我知道啊 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新手啊 這些 選手有些還不一定打贏他 你知道嗎 他有點實力的 來看一下這邊 4升 去看一下3框 差不多啦 要看一下3框 其實我覺得已經 這個時間點應該可能已經知道 對方 前面只是在嚇唬他而已 糊弄糊弄他而已 好那這邊放到這張槽 門口就是在哪 幹嘛 來殺個4龍 來 來 找4龍 看一下 湯湯湯湯 他是不是一直都沒死啊 怎麼一直都沒死啊 那是因為你說的至少是濃吧 我剛剛看到那瞬間以為可以是濃 然後 啊怎麼死光了 下面還有一隻死神想要打雙線 然後被空殷看掉 然後再兩台火車 灰啊 好來解放者 其實現在火車接解放者的套路 我現在看到比較多的是那個誰 那個 那個 Innovation在用 火車接解放者 對啊 他他比較喜歡用這種 定式的套路 TYL也會玩一下 Innovation的打法也是蠻 有可能是我播到他比賽 他的對手跟大家是有失意落差 所以他都一樣打法打就好 像那個 前陣子其實 呃 前幾天 應該是一個禮拜吧 蠻開心的就是 很多那個GSL的選手 為了要幫自己的隊友拉票嘛 像那個就是GSL那個Word那個 對 馬路有一天有開直播嘛 我那天看著他打 就覺得 真的太神了 第一次講 對啊 第一次的真的太神了 然後 Champ也有開嘛 因為那時候 這誰啊 NICE一直跟我吹說 他覺得現在全球最強的 一個神聖 因為我沒有關注嘛 那我 我也是半星半星 可是我那天看他開 喔 他真的也很強 Champ這打到7200 好猛喔 我那天看他第一次 我覺得他好猛喔 他是有可能那個的 他的 他的 這個 其實我一直在想 為什麼他坦克會加在那裡 他可能不想要被噴到 有可能有可能 因為他可能放在上面那高地的時候 是會被 會被那個什麼 蛙蟲 會被蛙蟲 有點危險喔 有兩台有兩台 但他沒有OB是不是 他沒有那個Overload 哇這個 這直接衝也是 天神耶 哇哇紅掉 叫我賺嗎 我覺得 現在看起來我覺得人類還是OK的 可是 可是 他等一波 沒有一波 可是他這邊 他這邊應該是 要趕快放那個劍圖吧 方可也要放一下 下面的那個坦克要 上面那個坦克要爆 欸 農民啦 這要拉農民 哇 死去 剛剛要拉農民啊 而且那個 那個勾就後面是普洪民 好這邊直接打 GG 欸 哇 怎麼這麼快 就快光啊 好 他前面不是火車 我想要看他後續打得怎麼樣 他就是火車跟那個 死神死掉了嘛 就你說至少是農嘛 那個地方 那個全部都沒 完全一隻龍都沒死嘛 那邊很少嘛 後來那個勾就直接爆蟑螂 其實你知道現在這種蟑螂狗 蟑螂狗一波事實上已經偏少了 真的嗎 沒有沒有到很多了 我倒覺得很多耶 沒有 人類打人類 對啊 沒有到很多耶 因為現在其實人類 對這方面的事情 已經是有點高了 你知道嗎 就是很多人類都大概知道 你知道我自己在玩人類天地的時候 操場 被蟑螂一波 沒有 就像剛剛那種 可能是分數太低的關係 沒有 機會手也是有 我知道有啦 可是就是 人類應該已經經歷過這麼多時間了 其實他們 他們大概都知道一些細節要怎麼收 我覺得剛剛很可惜 像他大可就很喜歡這樣打 對 沒有 他瘋子啊 人家接手冠軍 我懂我懂 收得也很喜歡這樣打 他也是一直換一直換啊 只是人家運夠好嗎 我是覺得好可惜哦 因為想要看到他後期一點的東西 對 不過沒關係是雙敗嘛 雙敗 所以我還是有機會看到他的後期 那我以後還是不要看好他好了 你剛剛是看好他哦 對啊 因為他遇曬贏了嗎 在遇曬贏過過 哦 難怪 所以你剛剛第一場應該也是看好那星嘛 沒有 第一場我是看好那星嘛 S 不是吧 S跟那星 我怎麼可能看好那星 那不就擺明跟他作對嗎 那一定是看好S的啊 擺明就是 對那星有意見嘛 對啊 因為這個 Internals他是新人 又打贏過過過就我 當然會看好他 哦 因為他預賽打得很好 對 是啊 那 沒關係這次雙敗還是有機會 那也恭喜過過就你第一場 以直落二層擊敗 Internals 我們去稍微休息一下 精采比賽不要走太麻煩